我们看到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任内的三大案件 北市议会成立了专案小组来调查 其中金华城和北市科两个案件的调查报告出炉了 在今天下午送议会大家来讨论一下 其他的议员均没有意见 通过货后议长戴希青就财事存查 并依结论将报告送给监院、北检、廉政署、北市府等相关单位来做处理 那么至于台志光案件将于28号再开专案的会议 并拟邀请当时的签订母约的前市长郝龙斌副专案小组来做说明 再来看到中共刚结束